哈喽大家好,我是燕子冬 我在《时辱不识丁》中扮演的角色是顾舍 大家好,我叫蒋子乐 在《时辱不识丁》中饰演陶末 近日由燕子冬、蒋子乐、卢卓、刘依晨、李天柱、张浩然等主演 孔锤男、吕嘉荣、孙健等人有情出演的大型古装 动案题材网剧《时辱不识丁》第一季完美受官 90后小鲜肉燕子冬 说了穆不识丁的陶末 在《诵诗故事》的帮助下 探案办案的故事 剧中既有温暖感动,也有发人深信的剧 让该剧呈现满满正能量 剧中的角色的话 陶末是一个新来到丹阳城的县令 也就是现在的律师 然后他们两个 我们的主要剧情讲的就是陶末在端案 然后故事一直在帮助他一些破案的一些事情发展 能教会大家一些道理吧 比如说在里面陶末就有句台词 是非遗物轻诺,苟轻诺,金退错 然后就是告诉大家不要轻易答应事情 然后如果要是不小心的话 将来是很难办的 江子乐饰演的陶末在剧中带有一点傻气 第一次演戏的江子乐以自己的理解 为该角色诠释出天然呆萌的暖男形象 不过在子东眼里,私下的子乐可一点都不傻 其实这个陶末呢,它骨子里带有一点傻气 这个傻呢,当时如果傻不好的话 其实容易变蠢 然后就加了一点自己理解的 因为结合过原著 加了一点自己理解的天真啊呆萌啊这种 比较暖的那个形象 在断案方面的话 其实就融入陶末自己的这个性格就好 其实还好吧 没有什么特别傻的行为 他平时私下还挺乖 他在这装傻呢 就他是一个其实挺聪明的人 然后他挺乖的 平时可能被别人着想 很关心我们大家什么 但是他其实是这样的 好温暖 头一次听到小冬夸我 夸你了 随着第一季的结束 燕子东,蒋子乐两位小鲜肉的人气 也随之飙升 但蒋子乐却并不享受 一夜爆红所带来的快感 而两人在回看自己演的戏时 完全是抱着找不足的心态 来欣赏自己的作品 其实没有 但是这个说到一夜爆红这个词 我觉得一夜爆红不是什么好事 就是这种东西是会让人膨胀的 让我还是挺避免这种东西出现 但是我在看剧的时候 可能会看到一些比如说 像当幕很多网友在说 不是眼神啊 什么表情啊 一些东西 我看到这些弹幕 然后我在看的时候 更多的看的可能是自己的表演的问题 因为我在演的时候 可能大家第一次看的时候 觉得还好啊 或者怎么样 说演技在线啊什么的 但是我自己看的时候 会看到自己很多毛病在里面 作为时下最爆款的单美题材 燕子东坦承自己一开始 曾犹豫过 也因为该题材 燕子东和蒋子乐 被剧民们强行组成男男CP 对此燕子东则表示 两人更多的像是搭档关系 这个题材有犹豫过 因为还算是 因为这个题材 现在算是一个比较 时下比较爆的一个题材 有想过说拍还是不拍 或者怎么样 但是更多看的是觉得 故事这个角色挺有意识的 他跟我平时反差特别大 而且我想试一试 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 导演觉得可以了 所以说我就觉得题材 还可能没那么重要的选择 其实说不高兴不会 但是我们剧是 还是不CP 我觉得我们两个 与其说CP的话 更多是一个搭档的关系 因为在戏里边内容上 呈现的也更多是搭档方面的 我是帮助他的 而且故事也有自己的想法任务 是要为什么接近他帮助他 哈喽大家好 我是燕子东 我在石鲁布什丁中扮演的角色是顾舍 大家好 我叫蒋子乐 在石鲁布什丁中饰演陶末 近日由燕子东 蒋子乐 卢卓 刘一辰 李天柱 张浩然等主演 孔锤男 吕嘉荣 孙健等人有情出演的大型古装 动案题材网剧 石鲁布什丁 第一季完美受官 90后小鲜肉燕子东 蒋子乐 分别在剧中饰演顾舍和陶末 讲述了木布什丁的陶末 在宋师顾舍的帮助下 探案办案的故事 剧中既有温暖感动 也有发人深省的金剧 让该剧呈现满满正能量 剧中的角色的话 陶末是一个 新来到丹阳城的县令 然后顾舍是当地的一个宋师 也就是现在的律师 然后他们两个 我们的主要剧情讲的就是 陶末在端案 然后顾舍一直在帮助他 一些破案的 一些事情发展 能教会大家一些道理吧 比如说在里面 陶末就有一句台词 叫是非遗物轻诺 苟轻诺进退错 然后就是告诉大家 你不要轻易答应事情 然后如果要是不小心的话 将来是很难办的 蒋子乐饰演的陶末 在剧中带有一点傻气 第一次演戏的蒋子乐 以自己的理解